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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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文革中的林彪系列节目 我是丁凯文 今天跟大家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 也就是林彪与913事件 那么913事件大家都知道这是文革当中发生的一次 可以说是最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 也就是说林彪在1971年9月13日凌晨乘着飞机从北戴河离开 最后飞机向北飞进入蒙古国境内 最后最终坠毁于温多尔汉地区 那么机上9个人全部罹难 导致震惊中国政坛最严重的事件 也就是说林彪事件 那么林彪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这个前后的这个过程 那么大家可能是还是蛮有兴趣的 今天呢就跟大家谈一谈 那么以往啊 我就我个人所看到的有一些个有关方面的这个注数吧 还是蛮多的 那么步伐有很多的这种说法 比如说这个913之前呢 毛泽东和林彪呢 这个发生了这个殊死的斗争 毛林呢 这个摊牌恶斗啊 什么林彪这个军事集团 什么覆灭等等 就好像把这个毛泽东与林彪啊 在这个913事件前的这个 这个斗争的过程呢 说的是非常之激烈 也就是说呢 双方好像已经是剑拔弩张啊 都要拼得你死我活啊 其实呢 远远不是这么回事 这种说法呢 大都是这些个小说家言 比如像什么金夫子啊 什么施东斌啊 什么星子林啊 这些把这些 呃 把这个过程呢 这个小说化 这个演绎化 夸大 那么导致呢 就好像这个事件呢 是非常之这个 呃 不说黎明 那么夸大了这场斗争的这个规模 那么搞得好像更激烈了 更残酷了 更戏剧性了 啊 这样呢 好 吸引这个读者的眼球 那么其实呢 在913事件发生的这个 这个几个月当中啊 其实这个中共政坛是非常之平静的 也就是说啊 70年 71年的夏天呢 这个中共政坛是非常非常平稳的 那和这个以往文革开始以来 那几年的夏天呢 这不可同日而语 比如说大家知道66年 那是这个毛泽东发动文革啊 开这个八届十一中全会 啊 调在这个首都啊 搞这个调拼潜将啊 这个成立首都工作组啊 啊 等等等等 那这个 搞这个红卫兵运动啊 这个是规模 非常大 这是66年 那么67年呢 这个又发生了这个 啊 720事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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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啊 搞得也是不亦乐乎 那么68年呢 这个全国这个各地的这个武斗啊 这持续不断 以至于中共中央不得不这个下发了好几条这个 这个 命令 啊 制止这个全国这个武斗 那么70年不用说了 那就是这个8月份的这庐山会议 也是 就是啊 沸沸扬扬 跟这党内斗争搞得非常之激烈 所以呢 我们看呢 这个71 从66年到70年 这几年当中的每年的夏天都是不安静的 但是71年这个夏天其实呢 是非常之安静 也就是说呢 这个从 啊 71年的这个四月份以后 就是批批这个批承整封汇报会之后啊 中共的高层呢 陷入一种 处于一种非常平和的状态 那么 表现在什么地儿呢 这个当时呢 中共这个高层呢 你向这个张春桥呢 回到上海去工作 那么江青呢 这个爱生事的人 也就是去了什么海南岛啊 去了什么青岛啊 游山玩水 也不参加什么政治局的会议 啊 那么康生呢 那时候也是借口有病 也是不参与 也是不参与会议 那么军委办事组黄虎李秋 他们这几个人呢 在前一阵呢 被毛泽东整怕了 啊 根本就不敢有什么这个 轻举妄动的事情发生 所以呢 我们看这中共高层呢 基本上是非常之祥和 那么 51的时候呢 71年的5月1号 这个 毛泽东呢 实际上还对这个林彪呢 多少还有一些个安抚的这种 这种姿态 比如像这个51的国庆节的时候呢 啊 在田安门城楼呢 啊 叶群呢 趁着这个江青不在身边呢 就到这个田安门城楼 在这个毛泽东休息室呢 去跟去向毛泽东这个 啊 表示这个这个检讨啊 承认错误啊 这个毛泽东呢 拉着叶群的手呢 啊 说了很长时间的话 表示安抚 哎 说你这个犯错误呢 有两重性啊 要注意 学习党内斗争史啊 不要忘乎所以 等等 对叶群来讲呢 这个是一种 一种安抚 所以这个毛泽东 这个叶群在这个 这个毛泽东 谈完了以后呢 这很高兴 回来以后呢 还跟这个黄武里秋 他们几个人 这个传达了一下 说这个 主席到底跟他们怎么讲的 啊 回到毛家湾呢 也很高兴 跟这个林班的秘书们 也都 也都谈了谈 所以呢 基本上可以看作呢 至少在五月份那时候呢 毛泽东呢 对对对对林彪呢 还采取一种安抚的状态 那么毛泽东都干点啥了呢 在那个时候呢 他专心在思考什么呢 美国问题 也就是说呢 搞一个什么联美制苏啊 要搞一个这个 三个世界的这个理论 这个是就那个时候 毛泽东想出来的 那然后呢 秘密安排这个七月份 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安全事务 这个顾问这个基辛格访美 访华 啊 同时呢 毛泽东呢 还这个 在那段时间呢 还读了这个《红楼梦》 啊 周恩来甚至于在这个政治局会议上呢 还这个介绍了毛泽东对《红楼梦》的一些研究 所以我们看呢 在那段时间呢 毛泽东呢 也是主要的经历呢 也没有继续放在这个 在这个斗争林彪啊 斗争军委办事组 其实呢 从这个四月份的这个披尘整风汇报会呢 基本上看来 毛泽东呢 就是想把这个 对付军委办事组 对付林彪呢 先告一段落 那么林彪都干点啥了呢 林彪呢 实际上是在这个北戴河 更加沉默 啊 基本上呢 没有任何的这个动静 除了休息以外啊 啊 看看这个北京传来的一些文件呢 没有任何的这个方面的 像北京的打过电话呀 有过什么指示啊 通通的没有 但是林彪确实呢 还是想找毛泽东谈一谈 啊 想进一步这个消除误会 那毛泽东呢 根本就没有 也没有予以这个理睬 所以 叶群在 71年8月份的时候呢 他曾经从北戴河啊 回到这个北京 这个当时的这个说法呢 就是叶群呢 据说呢 他觉得自己的这个乳房上呢 有这个肿块 他怕是这个乳腺癌 所以呢 在71年8月8号呢 就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以后呢 这个做一个这个身体检查 啊 检查完了以后说 呃 没什么事儿 应该不是这个 呃 应该不会是乳腺癌一类的这个问题 所以叶群当时心里还挺高兴的 然后呢 啊 这个回 在回北戴河之前呢 还这个给这个 呃 毛泽东的秘书打了个电话 说看看说主席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指示啊 那么其实意思呢 就是想说呢 看看毛泽东呢 到底还有什么其他进一步的这个行动没有啊 也是一种试探吧 毛泽东根本就没有答复 没有没有理睬 所以叶群呢 呃 在北京待了几天呢 就就回到北戴河了 那么回到北戴河以后这段时间呢 他们都在张罗什么呢 叶群就张罗着给自己的孩子找对象 也就是说呢 后来这个传来传去的这种什么玄美啊 这个 因为这个毛泽东呢 也也发过话 说呀 说这个痘痘和老虎啊 也就是说这个林彪的两个孩子 一个林立果 一个林立衡 他们岁数都不小了 应该这个解决一下婚事了 啊 毛泽东甚至于说呢 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呢 外边老百姓也接触不到 要托人帮帮忙找一找 办一办才行 不要把孩子的事耽误了 所以呢 既然老毛都发了话了呢 叶群呢 就开始联系这个军内的 几个这个夫人 比如像这个 找的这个秋辉座的夫人 这个胡敏 啊 让他去帮着这个物色 给自己的孩子呢 物色这个合适的对象 啊 那么不光是这个 找胡敏 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个大军区的一些个司令呐呢 啊 等等等等 甚至于还都拖到这个许世勇的夫人 这个 这个 这个身上 所以就是我们看就那个那个这个时候啊 如果是斗争非常之激烈的话 谁有心思 哪有心思去张罗给自己的子女去找对象 这种 扑扑妈妈的这些事情啊 那基本上来看呢 整个的197年的夏天 当时的中央呢 是非常之平静的 毛泽东住在北京 那么林彪呢 住在北戴河 大家呢 是相安无事 啊 没有什么这个剑拔弩张的这种气氛 更没有出现什么任何激烈的斗争的这种 这种状况 通通都没有 那么这个事件出现了一个转机是在什么时候呢 就毛泽东南巡了 啊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南巡 啊 其实呢 以往呢 每年毛呢 都会要南巡 这个不是一个这个了不得的一个事情 啊 这个可以看成是毛泽东的例行的 就是每年他都要到南方去走一走 啊 看一看啊 你说他是休息也好 他是这个啊 处理自己的一些就是私事也好 可能他就是每年都会到南方去去去去去去走一下 然后呢 大致呢都会是在这个十一就国庆之前回到北京 那么这个七年的八月份呢 毛泽东也就是同样 啊 这个南巡 南巡呢 这个跟这个周永来打了个招呼 周永来呢 在这个政治局的这个会上呢 也向这个政治局委员呢 在今的政治局委员呢 也说了 说啊 主席出去南巡了 那么等等等等 嗯 实际上呢也没把这件事呢 太当太当一回事 因为毕竟呢 这是每年都会有的事情 啊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南巡 虽然呢 是这个 啊 像以往一样的 但是呢 这一次毛泽东的南巡呢 和以往呢 的确有非常大非常大的 这个区别 那么我们看这个毛泽东这个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啊 编写了这毛泽东传呢 毛泽东这个毛泽东传里面呢 是说呢 毛泽东为什么要南巡呢 他是说啊 说毛呢 从大量揭发的事实 种种迹象来看呢 说对庐山会议那场风波背后的真相 看的越来越清楚了 所以他决定去南边啊 去调查边调查边吹风啊 把话说的比过去更明白 来统一个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 那么这句话呢是很有玄机的 那么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 那统一他们的什么思想啊 那么显然这个不是说简单的一句 这个统一思想 这个这么简单一句话 就是要搞什么三要三不要 什么要光明正大呀 不要搞阴谋轨迹呀 啊等等的 不是说这么简单的 这么几句话就可以打发的 那么说明什么呢 说明毛泽东呢 是想利用这个南巡的这个这个机会呢 要向林彪呢 发起一个这个重大的这个行动 啊 所以这个像毛泽东这个毛泽东转里面呢 他这个说法呢 其实只说了一半 就是说要统一党政军的思想 统一这个党政军干部的思想呢 统一到什么地方来呢 是要统一到毛泽东这个倒林 就是打倒林彪的这个基础上来 啊 那至于像毛泽东这个 在这个召见的一些个党政军干部里所说的什么啊 林彪在庐山上搞这个突然袭击啊 他的讲话没有跟我商量过啊等等等等 啊 有地下活动啊 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啊 那这些当然也就是毛泽东要整治林彪的一个瑜伽之罪了 那么毛泽东的这个南巡呢 从8月15号开始啊 从到9月12号回来回到北京 那么前后呢 四个星期整整四个星期28天 这28天之间呢 他有什么特点呢 一共啊 我就统计了一下 啊一共呢召见地方的党政军大员啊 13次啊 平均平均起来 几乎就没两天就要召见一次 那么啊 比如像8月16号 他在这个到了武汉 在这个武汉车站就召见了这个武汉军区政务这个刘峰 啊 17号呢 又召见了这个河南省委的这个负责人 这个刘建勋啊 王新还有刘峰 那么8月25号呢 又在武昌召见华国锋 啊 8月27号 又召见第二次召见刘峰谈话 啊 27号晚上呢 又在 在长沙呢召见这个华国锋和这个湖南省军区的这个政委这个呃 主战亚 那么28号 又召见广东军区广东军区的司令员丁盛 和政委刘兴源 还有广西省的这个 呃 维国卿 那么8月30号呢 又再次召见 丁盛 刘兴源 维国卿 华国锋 啊 啊 8月31号 毛泽东到了南昌 这个召见谁呢 召见这个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 福州军区司令员 韩仙楚 还有江西省军区的司令员这个程世青 啊 9月2号呢 再次召见他们几个人 再次召见了许世友韩仙楚和程世青 然后呢 9月3号呢 就到了这个杭州 到了杭州以后呢 就召见了这个浙江 这个浙江省的这个党政军的负责人 啊 南平 这个熊英堂 陈丽云 9月10号呢 又再次召见他们几个 啊 11号 毛泽东到上海召见了王洪文 又把许世友从江苏啊 南京找到上海来谈话 那么9月12号回到北京的时候呢 在丰台车站 召见了谁呢 召见了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升 啊 这个北京军区卫戏区司令员 吴忠 再加上纪登奎啊 吴德他们几人 所以我们看这个 这个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啊 平均差不多两天就要密集的 就是密集的召见这些个党政军大员 这在毛泽东以往的历史上 是从来没有过 那么有 而且呢 这些人有的是不止召见一次 都是召见多次 比如像是刘峰啊 许世友啊 像这个 补战亚啊 华国锋啊 他们这些人都召见两三次 密集的谈话 所以呢 我们可以从这件事能看出呢 毛泽东 在倒林 就是在打倒林彪的这个问题上 是多么的处于一种 是多么的一种急迫性 一种紧迫性的这种感觉 那么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呢 毛泽东呢 召见了这么多人里面的军队系统的人 占了绝大部分 你看这个 他召见了这个 广州军区的这个司令员丁盛 南京军区的司令员许世友 这个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 再加上其他的这个跟军队有关的 像这个武汉空军这个政委这个刘峰 还有这个上海的这个空武军的正 空武军的军长这个白宗善等等等等 就是他毛泽东召见这么多军政军队的这个高级的将领 目的是什么呢 很显然 首先呢 这些掌握军权的人必须是毛泽东要依靠的这个倒林的对象 因为毕竟林彪的是这个军委的这个副主席 长期在军队工作啊 他毕竟手手底下有一大帮 这个军队方面的这个重要的人物 至少他们这些人控制了这个总参 空军 海军 总后 对吧 这些人的这个力量呢 那当然还是很强大的 那么毛泽东要想 不止这个在九届三中全会上 搞到林彪的话 没有军队的这个强烈的支持 这个呢 毛泽东还是 会觉得会是有问题的 所以毛泽东在这个倒林的这个过程当中 得到军队方面的支持 这是毛泽东非常非常要必要要采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 那么第三个特点是什么 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毛泽东对林彪系统呢 发出的这个攻击啊 异常之猛烈 那么 毛泽东这个都是都是召见他们都说点啥呢 啊 首先毛泽东呢 把林彪呢 在这个九届二中全会 也就是庐山会议上这个 的行为呢 定性为是篡党夺权 多次他在这个召见这些个这个党政军大员的这时候呢 多次的强调说呀 这个庐山会议啊 这是党内的第十次路线斗争 是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 那么他们提出了这个社国家主席 那么这是反党的这个政治纲领 那么他们还提了一个天才问 那么这个呢 是反党的这个理论纲领 而且呢 毛泽东第一次在这个南巡讲话当中啊 把林彪说成是这个这个社国家主席呢 说成是林彪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罪行 为什么这么讲呢 也就是毛泽东说了 说他们让我当国家主席是他自个儿想当国家主席 这个等于呢 是一个等于是个这个这个瑜伽之罪了 首先林彪从来没有自己说过想当国家主席 而且林彪只说过说建议主席 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而且林彪自己还说呢 林彪自己甚至于不当这个副主席 那么到了毛泽东嘴里就变成了说 你让我当主席是你自己想当 这个这基本是一种这个这个 这个毫不毫不讲理的这种这么一种这个 虎脚蛮缠的一种这个乱扣帽子了 上纲上下 所以呢 那这就呢 这就看到 读到这点呢 谈到这个问题 就让我想起了什么故事呢 我想起了这个汉初啊 这个刘邦对韩信 其实搞的就是这么一套 当初这个刘邦呢 封了一些个异姓王 就不是姓刘的这些人当这个王 这个韩信呢 当时封在这个楚王 楚帝是这个楚王 但是呢 很多邦呢 对韩信是不放心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有人呢 不时时机的给刘邦这个打小报告 说那韩信可能有这个不臣之心呢 可能就会对你不利 那么刘邦呢 这个时候呢 就听了这个喊 这个自己的这个谋士 这个陈平的这个计策 到这个云梦 这个尾游 这个云梦泽这么个地方 把韩信骗了 骗了以后呢 当场就把韩信抓了 抓了以后呢 这韩信呢 就不服啊 韩信说那我有什么罪啊 你为什么抓我啊 这刘邦就说了 人告公反 就是有人举报你谋反 也就是说呢 这没啥证据 就是说有人举报你了 所以我就抓你 这个 那么这个同样的这个 毛泽东对林彪呢 实际也是搞的这么一套 那么有人举报林彪谋反吗 没有人举报 是毛泽东自己举报 也就是说呢 这个正统帅 这个中共的这个正统帅 毛泽东举报自己的副宠帅 林彪谋反 谋反的证据是什么呢 就是他林彪自己想当国家主席 那么想当国家主席呢 这就是大逆不道 就是这个谋逆了 所以呢 那我们看呢 这个 基本上这是毛泽东呢 想这个打倒林彪 搞的这么唯一的这么一个借口 那么有什么证据呢 有什么证据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呢 不要说毛泽东 当时就没有 就没有任何的证据 那到了几十年之后的 现在中共仍然拿不出任何的证据来指责 来证明林彪想当国家主席 那更不用说林彪想通过当国家主席来篡囊 所以呢 所以呢 但是呢 毛泽东毕竟把这个事把这话说出来了 就想用通过这个 啊 给林彪事先这个量身定做这么一个罪名 那么将来呢 好在这个这个九届三中全会上呢 把林彪拿下来 那么毛泽东在这个召见这个党政大员当中呢 他这个荒谬到一种什么程度啊 啊 这个华国锋被召去跟毛泽东这个谈话的时候呢 这华国锋呢 还这个老老实实呢 向毛泽东汇报这个农业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华国锋呢 掉到中央以后呢 当什么副总理啊 分管农业 所以呢 这个华国锋见了毛泽东以后呢 就向毛泽东说呢 向主席啊 归报一下全国的农业问题 毛泽东根本就不听 毛泽东说什么呢 说我看你是满脑子农业 说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 说当然你讲的这个农业呢 也有路线斗争 还有更大的路线 光有农业不行 还要考虑东南 东西南北中 党政军民学 工农业要抓 但当前的主要是应该抓路线斗争 所以毛泽东的那个脑子里啊 没有任何的什么国际民生啊 没有什么这个老百姓的这些民间疾苦啊 这个不在毛泽东的考虑范围之内 那华国锋你来向我汇报什么农业 你这不是扯淡吗 这是你我现在呢 我跟你讲的就是路线斗争 所以呢我们看的这毛泽东呢 在这个南巡的时候啊 其实呢他的全副的这个经历啊 就是想怎么样 在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上呢 把林彪拿下来 这个是毛泽东最最这个考虑的 最最这个这个关心的 关注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事 这个这个事件 那么在这个期限里 林彪都干了干了点啥呢 基本上呢 可以说呢 林彪什么都没干 呃 七年入夏以后啊 唯一的一次呢 就是8月16号 这个周恩来呢 带着这个黄永胜啊 张春桥啊 纪登奎啊到北戴河呢 向林彪汇报这个工作 因为毕竟你这个林彪 还是这个党的副主席啊 这个周恩来呢 他带着这些人呢 主要的这个国务院呢 政治局的主要成员 向林彪呢 去汇报一下工作 然后呢 啊周恩来告诉林彪呢 说那根据这个主席的提议啊 中央呢决定在十一的前后呢 就要召开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以后呢 就要召开四届人大 那么现在呢 各种各样的工作呢 基本上呢 就要布置好 要准备就绪 那么这 这是林彪唯一的一次 听取来自北京的这个汇报 啊 那听完汇报以后 林彪有什么反应吗 基本是什么反应都没有 那么 那么据这个季登奎的这个回忆啊 这个季登奎 这个见了林彪那时候呢 他也汇报一下 因为他也是这个北 他不仅是这个这个 政治局委员 他还是这个北京军区的这个第二政委 所以呢 这个他向林彪汇报他说了个问题 他就说啊 这个说 这个说 说现在呢 军队现在这个容缘太多了 那一个司令嘛 七八个副司令 一个政委呢 七八个副政委 从军师到营 一直到基层 都是怎么样 一个正职 好多个副职 都这种这种是这种现象 这个容缘太多了 真要打仗 真要发生战争了 这还能打仗呢 同时说说林总 你是不是这指挥打过仗呢 说你看这个这个样子怎么办呢 这个林彪就说 那就是啊 那该怎么办呢 林彪就反问 那怎么办呢 然后呢 就没下文了 所以说林彪对这个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反应 没有做过任何指示 不发表任何看法 基本上来说呢 林彪呢就是一个消极对待了 你来汇报工作我就听 但是呢 我不发表任何的见解意见 不做任何的指示 哎 那么就在是同一天 就8月16号 毛泽东呢 正好是在这一天到的这个 武汉召见了这个刘峰 毛泽东召见刘峰呢 跟刘峰说什么呢 说啊 说这个我呀 这个庐山会这件事啊 没有没有这个处理完 我到现在睡不好觉 这个刘峰呢 这个就多了一句嘴 他说哎呀 他说这个庐山会 这个事情这么严重 都影响主席的健康啊 这个这不行啊 说那我 我们应该建议啊 这个林副主席啊 应该在这个 九届三中全会呢 应该公开表个态 哎 这个毛泽东 一听这个刘峰这句话啊 高兴的不得了 毛泽东马上就说 那好 开会的时候 就由你刘峰 这个提出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啊这件事那么我呢 就向全党批发 实际上呢 也就是说呢 毛泽东希望有人 站在前台呢 向林彪发起进攻 那么 那谁打头炮啊 那么这个刘峰呢 显然就是毛泽东希望 你刘峰来来打头炮的 这么这么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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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啊 啊 所以我们来看 这基本上啊 这毛泽东这个南巡呢 就是要布置好 啊 从各个方面 从理论上组织上啊 啊 这个布置好 啊 在九届三中全会呢 啊 如何向林彪发起 进攻的这个步骤 啊 那么九月初啊 林彪呢 在北戴河呢 就得到了毛泽东谈话的大致的内容 啊 他从两个渠道得到的 一个呢 是从周恩来那边 啊 因为呢 毛泽东啊 这个南方谈话呢 唯一没有这个避开的呢 就是没有避与这个周恩来 就是把这个谈话的这个内容呢 传达给了周恩来 但是周恩来呢 知道了以后呢 曾经找过黄永胜 就说啊 主席呢 在谈话的时候 南巡谈话 又提到刘山会这事了 说你能不能啊 让黄永胜 说你能不能跟这个 这个林副主席那边见一下 赶紧表个态 因为周恩来知道这个事情的这个 严重性 这个毛泽东 这个南巡 毛泽东的谈话啊 不是一个随便讲 是有目的的 啊 这个目的性其实是很明显的 一看就看不出来 所以周恩来就建议黄永胜说你啊 赶紧向林彪那边打个招呼 赶紧表个态 认个错 实际上也就是 黄永胜就说我们早就跟林副主席说过了 早就说这个 说你再不你不讲话的话 我们就不好办了 这事儿 但是呢 基本上呢 林彪还是这个三步 就不说话 这个不检讨 这个不干涉 基本就这三步 那么还有一条渠道呢 得到这个林彪那地方得到毛泽东谈话的消息呢 是因为这个毛泽东在召见了这个丁盛和这个刘兴源 也就广州军区的这个司令员和政委谈话以后呢 呃 丁盛他们问毛泽东说这个要不要向下边做传达 毛泽东的磨灵两可 也说不要传达了 但可以吹吹风 这个意思呢 就说你们自己掌握 哎 传达和吹风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这个这个让这个你不讲明白的话 人家就很难这个很难这个做决定 但是毕竟是毛毛这么讲啊 呃 丁盛和刘兴源呢 也不敢掉以轻心 所以呢 丁盛和刘兴源回到广州军区以后呢 就在广州军区开了一个召开了一个会 向那个军区的主要的这个负责人呢 做了传达 那么当时呢 这个广州空军的这个参谋长这个顾同舟呢 就把这个谈话的大致的这个要点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以后呢 打电话给北京的这个周宇驰 周宇驰呢 就9月6号呢 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 啊 自己开的直升机 从北京到了北戴河 把这个事情报告给了林立国 那么既然 林立国知道 当然林彪也肯定也就知道了 这毫无疑问了吧 所以呢 显然林彪是应该是知道毛泽东南巡谈话的 那么以林彪对毛泽东的了解啊 应该是感觉到了 毛泽东的这把这个达摩克里斯剑呢 已经悬在头顶上了 这什么时候看下来啊 这个是很难讲 说不定用不了多久 林彪就会倒大霉了 所以呢 啊 从基本上呢 从9月初到9月12号 这几天 这十天左右的时间里面 林彪的态度呢 都是非常的消沉的 消极的 啊 从9月7号 也就是说呢 啊 9月7号到9月12号呢 林彪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动静啊 除了平时呢 像平时往常一样啊 出门什么去转转车呀 让司机开着车到外面去海滩上公路上去走一走啊 转个车 啊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这个动静 那么只有这个对这个尼克松要访华这件事情呢 林彪有兴趣啊 几次呢 跟这个秘书说 说这个啊 如果这个尼克松访华 你们这个有关的这个文件呢 要尽快报给我 所以呢 他只有对尼克松访华这件事 林彪呢 是表现出了一些个兴趣 其他的呢 基本上呢 就是消极以待 啊 所以据林班的这个秘书的这些个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这个回忆啊 说林彪到了北戴河呀 从没有接过 从从北京方面打来的任何电话 而且也没有给北京方面任何人打过电话 也就是说呢 啊 没有人主动的向林彪 从也就是说像什么黄永胜他们直接给林彪打过电话 那么林彪也没有跟他的这些手下大将 啊 有过这些个通讯呢 有过这方面的直接的来往 所以呢 所以那我们就可以看出很明显的 就是林彪和这个毛泽东啊 这个 这个一对比 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 林彪基本上是沉默寡言 消极抵抗 那么毛泽东 我们看毛泽东是什么 精神抖擞啊 这个斗志昂扬 每到一个地方呢 首先就把这些大员们招来谈话 反复跟他们讲什么党内多少次路线斗争啊 这个啊 如何如何 那 跟他们讲这个党内的这个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 然后呢 让他们唱什么国际歌啊 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 啊 等等等等 目的呢 就是想把这伙人呢 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那么在下次在九届三中全开会的时候呢 让这伙人呢 向林彪呢 发起这个进攻 所以呢 后来中共指责说这个林彪呢 想这个想这个 谋害毛泽东想阴谋搞政变 这个东西从整个的态势上来讲 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林彪真的要想搞政变的话 那林彪应该是非常积极的 非常主动的 呃 要这个上串下连 那要找人谈话 因为涉及到政变这个身家性命的事情 你那你一定要广泛的这个动员联络 你起码要准备军队吧 要准备后勤吧 要准备这种宣传舆论的工具吧 要准备善后等等等等 这些个都都是要做充分的准备 要不然你这政变怎么搞啊 那么相反 这毛泽东呢一看就是在搞政变 他就到处去找人谈话 到处去这个这个做各种思想政治工作 然后呢发动这些个军人 在即将召开的这个九夜三中全会上呢 向林彪发起这个进攻 所以呢 谁更像是搞政变呢 那显然这毛泽东呢更像是搞政变的人 而不是林彪 那九月十二号到底那一天到底都发生了哪些个事情呢 呃 林立果呢 九月七号呢 就是回到了这九月八号 从北战河呢 呃 回到北京 当时呢 林立果呢 是跟呃 林彪说呢 他说这个牙不好 他要去看牙 林彪还问他说 你在北战河不能看啊 非要去北京看 然后呢 林立果出来以后呢 从林彪那出了以后呢 就吩咐这个林办的人就说啊 我回北京了 千万这事呢 不要告诉首长 所以就说啊 林立果回北京呢 林彪是不知道的 他背着林彪的 那么后来呢 他说这个呃 林立果呢 这个拿着林彪的这个首令 说是啊 叛召立果与持颁布的命令办 说这个是啊 毛泽东 林彪知道毛泽东的这个 他这个谈话以后呢 惊慌失措 所以下了这个下达了这个首令 让这个林立果呢 去啊 搞这个是搞这些政变的这些活动 那我们看这个事情呢 好像并不是这么回事 如果是林立果光明正大的话 拿持林彪的首令去办事的话 他不应该背着林彪去办 他应该是是是应该是受的 是得到林彪直接的受益的 所以林立果呢 回到北京的以后的一系列活动呢 应该来讲 林彪在北戴河呢 是不清楚的 呃 也就是这个9月12号呢 林立果呢 就德系这个毛泽东 从上海呢 回到北京了 那么林立果是从什么渠道 得到的这个消息呢 现在呢 还没有什么可靠的 这种第一手的资料啊 预证明 但是呢 林立果显然是知道了 知道了以后呢 也就是说他当晚8点多钟呢 林立果呢 就乘着这个三叉戟 256号三叉戟专机呢 从北京飞到了山海关机场 然后呢 很快就驱车到了林彪的住处啊 到了林彪的住处以后啊 啊 据这个林办的他们这些工作人员的回忆呢 就是林立果呢 到了北戴河 他马上呢 就找就是跟这个 像跟这个叶群和林彪呢 这个密谈 关起门来 这个屋里面这个密谈 但是 到底谈了些什么内容呢 呃 估计啊 我估计 无非也就是说 毛泽东现在回到北京了 那么很可能呢 呃 要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啊 这一点呢 应该是对林彪是不利的 这个 这个大致的应该是我们可以啊 猜测到的 这个他们谈话的这个大致的这个内容 到底但是 谈话以后 那么怎么办 这件事情呢 到底是 留在北戴河 还是 啊 赶紧这个逃亡 比如说 是去大连呢 还是去广州啊 还是去什么 任何其他的地方 这个东西呢 啊 应该是并没有达成这个一致 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过了没多久呢 这个林彪后来吃了安眠药 就上床睡觉 如果 当时 有一个 非常具体的这个谈话的 这么一个 结果的话 那就应该赶紧做布置 赶紧做布置了 对吧 那你要去哪里 如果你要去 无论你去北戴河也好 去广州也好 还是去其他的任何的地方也好 那你总是要 预先做好这个计划的工作 那么显然应该还是没有的 啊 林彪后来就吃了安眠要上床睡觉 啊 但是呢 这个林豆豆呢 当时就 问这个林立国 说呢 说你们下一 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到底是 林立国呢 就说 去大连 再不行就去广州 香港 到哪都行 看情况吧 也就说呢 当时林立国他们呢 也没有一个 非常完整的 一个确切的一个行动计划 只是呢 就说 先这么决定 但是呢 什么时候走还不一定 但是呢 这么一来呢 呃 呃 情况呢 就变得很紧 紧张很急迫 呃 林立国 呃 林豆豆呢 出于对林彪的这个 对他父亲 对林彪的这种保护的心态呢 就不希望这个 呃 林彪跟着这个叶群和林立国这个逃亡 所以呢 林豆豆呢 当时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也就是通过8341部队呢 向中央做报告 当时林立国呃 这个林力呃 林豆的报告呢 就是说呢 说呃 叶群和这个林立国呢 呃 要挟持首长去广州 那么应该呢 中央应该下命令阻止林彪的这个行动 啊 这个林豆呢 当晚呢 通过8341部队呢 就把这个情况呢 报告给了这个 这个北京的这个 这个 王东兴 就张耀词和王东兴 那么王东兴呢 又紧急的把情况呢 又报告给周恩来 周恩来呢 当时是在人民大会堂啊 招跟着这黄永胜啊 和几个人开这个开会 讨论这个世界人大的工作报告 那么周恩来那个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就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啊 这个是不是他们家里又有闹矛盾了 当时周恩来还问这个 问这个黄永胜说 说这个北戴河那边到底怎么回事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是不是他们家 这又又有什么家庭问题 家庭矛盾出来了 但是呢 各种这个情况反馈上来以后呢 啊 确实呢 感觉到这个形势很紧急 因为这个林豆豆呢 在他的这个报告里面啊 掺杂了一些 他这个有些异想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林豆豆说这个 说这个 说这个林里果啊 说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 这个说法 现在看来是很可笑的说法 派飞机轰炸这个东西 这个命令是怎么下的 这个这个飞机是什么飞机 怎么怎么能够去轰炸中南海 这个 这等于是林豆豆他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意想 但是这个东西呢 报到中央以后呢 这个又啊 那周恩来呢 却不能这个当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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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系来看 所以呢 周恩来也觉得事情非常之严重 周恩来甚至于就赶紧跑到这个中南海 找到毛泽东 紧急的 劝告毛泽东转移到 从中南海转移到人民大会堂 所以呢 这个毛泽东呢 就通过这个秘密的这个 地下的这个 地下这个这个渠道呢 就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 因为 当时呢 这个 这个中共为了防止这个苏联方面的 这个突然袭击 早就建了一些的这个地下的这个啊 这些的这个类 类似于这个地铁这种系统 也是中南海呢 通道人民大会堂有地下通道 所以呢 毛泽东很快就从中南海转移到人民大会堂了 因为人民大会堂呢 是很安全 那中南海却没有什么防空的这种 这种啊 这种设施 所以在北戴河的8341部队呢 就得到了这个指示 但是这个指示呢 相对说来呢 却又是不是很明确 不是很明确的 到底应该怎么办 到底是啊 跟着林彪 如果林彪要走的话 是不是跟着走呢 是不如果不跟着走 要不要阻拦呢 这都没有 只是说呢 让他们密切的这个观察 有什么情况呢 及时的向中央报告 所以在北戴河的这个8341部队呢 啊 就 只是采取了几项这个 啊 不太就是 不是很有啊 力量的这种措施 比如像说这个 啊 这一个中队 全副武装 这个集结待命 啊 另外呢 这个部队呢 由这个 这个中队长大队长 这个直接指挥 别人不能调动 实际上也就意思就是不能让林彪调动这些 这个 啊 8341这个 这个 这个部队的人 同时呢 啊 派一个这个大队 副大队长 8341部队的一个副大队长叫余仁堂 带着六名战士 开着这个车呢 先到山海关机场 先把那个飞机啊 控制起来 就不让这个飞机起飞 啊 说 然后呢 如果有什么 啊 有什么问题呢 即时的向中央 取得报告 这个呢 其实也是 啊 当地 也就是8341部队 在北戴河的8341部队所能采取的 这个 啊 措施 因为没有上级的命令的话 啊 军队呢 不能随便采取行动 因为你不能 如果没有命令的话 你凭什么阻止 林彪的这个出行 如果林彪就说 我现在就要离开 那么 8341的职责呢 只是保 只是一种保护 而不是 这个 阻碍 或者是 其他的什么 这种 这种行为 所以也就是说呢 军队呢 是一切行动 听指挥的 当时呢 呃 林斗呢 跟这个 8341部队在 北戴河的最高的这个领导 也就是这个 8341部队的这个副团长 叫张宏 啊 问他说 你能不能 这个 保证这个 首长安全 这个当然 张宏呢 当然是拍着胸口就说啊 这个为了保护这个林副主席安全 但是我们这个绝对是这这这没有问题的啊 这个我们拼了命都要都要保护这个都要保护林副主席的等等等等 当这个这个林彪他们一行到离开北戴河的时候呢 中央传来的话却是说说你们跟着走 你们都是你们跟着上飞机 这个呢 就是很让人感到非常奇怪和不解了 颜色看着